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觉得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 他也就自爆起弱点了 也就是华为没了他就什么都没了 给我的感觉华为没了什么都没了 但华为没的就是他消失的速度太快 应该讲他消失的速度太快 大概上星期五 我个人是星期五是星期六出的门 我当时看到了在飞机上看到 在登机场的 登飞机的时候看到 香港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华为手机在香港 他使用的他使用的那个Version 他使用的这个整个内在东西 跟海外是一样的 但是在华为大概在星期五的早晨 他把他的软体更新了 自动更新的 手机都是自动更新的 而更新完之后 大概在香港很多人 我看包括什么 有P10 P20 没看到有P30 还有Mate Mate Mate 有时候Mate Mate多少 手机起不了 就是起不了了 已经启动不了了 其中有个女士呢 就很痛心 她的母亲过世了 她在手机里呢 拍了跟她母亲最后的 那些故事 那如果因为在他苹果日报的记者 到了香港华为的具体的办事处 看到了有人在这个华为的办事处 把手机启动之后 手机里存储的照相片啊 她的视频呢全都没了 很多个人信息的东西都没了 所以那个女士呢 她要讲当时那个女士呢 很怕把她的跟母亲最后的时间留 那东西没了 不得已把手机留给了华为 那后来没有结果 因为这两天 我昨天都没网 我也看不着 这是华为看到的故事 所以也有人提到说 谷歌呢挺损的 当时谷歌颁布完消息之后 当天晚上就进行软体更新 那我使用的都是iPhone 所以我不知道谷歌是怎么更新 安卓是怎么更新的 那她反映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全球的范围内 对于很多生意人而言 她会按照她的生意的角度去衡量 那也应对了习近平自己的话 叫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也就是说哪来哪去 华为怎么来的 华为怎么成功的 她同时呢将怎么死去 这是一种方德始终的概念 我讲她怎么死去的说 以巧就是以利益 以技巧 以所谓的聪明 谈不上才智 以所谓的聪明和鸡贼 她获取了 营造了整个华为的概念 那今天她失去的过程 抛弃华为的人 是有与华为曾经有着同样心态的人 今天的生意人 今天的使用者 所以我相信华为在海外的 她的整体的这个销售也好 她整体业务也好 应该出现历史性的暴跌 刚才有朋友 就刚才那期节目做了华为了 刚刚传上挺费劲的 海上这网络太慢 传上去之后 朋友说说华为 说你说跟那五毛说 说你别较劲 你赶快买机买手机请得 华为又降了一千多块钱 他没有具体说在哪 华为在去年12月1号 遭到沉重打击之后 孟晚舟被抓之后 在她的争持了 大概一个半月45天 在1月中旬 全面转向手机业务 给我的感觉是 全面转向手机业务 他在讲究 他在跟外头宣传说 他的5G签了多少合同 签了多少合同 今天有篇报道还提到说 跟阿拉伯 阿联酋签的那个 所谓的500亿的合同是旧的 根本不是现在签的 就跟习近平在这个 法国说签了300架 这个空中客车的合同一样 所有没交钱的 都算他签的 钱都那些哥们签那合同白费劲了 都算人家习大脑袋上 那习大了也没有这么霸道 也没这么鸡贼的 来表示他的丰功伟绩 那我相信是下面的人成亲损 下面的人玩 就是真是把习近平当猪耍 我觉得他下面的人也在把习近平当猪耍 故意弄他 他喜欢听这个 我就跟你说这个 我不怼死你 我对不起你 那华为成为了 当成为中共的命脉的时候 习近平眼眼睛中 主要宣传和保护对象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死去的快 富士康 富士康已经停止了华为的生产线 南华早报 所以南华早报现在呢 挺挺挺肯 他在以 还是以原来的编辑部的 编辑的那种肩价结构 披露出 率先披露出很多不利于 今天习近平宣传的内容 南华早报 台湾鸿海集团旗下 中国深圳的电子加工厂 富士康 最近几天已经停止了几条 华为生产手机生产线 他华为今年曾经因为销量 销售额巨增 那富士康当时还大批招人 那现在传出来停产的消息 富士康拒绝回回应 那富士康的老板 现在在要竞选明年的 中华民国总统 那人自己的事了 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在生产计划中 具有他的灵活空间 增产或者减产 会来满足整个市场的变化 目前不清楚 此次减产是暂时的 还是表示长期的状况 大核资本是日本的应该是 显示华为在海外手机的销售的这种下滑 而厂上面临着风险 我觉得这都是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也不用 我觉得不用什么太大的 太 不用 我觉得根本不用什么太多的概念 它是组装的 很多概念是组装的 那它不需要这么多机器 那当然这生产线就停了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 当反映到生产线的时候 那已经因为已经冲击到第二 乃至第三了 最前线是零售 对吧 零售没有的话 那增加了厂家的销售库存 销售库群仓库是满的 那仓库是满的话 那就造成了制造商 就是我这说都是华为本身 华为本身 他的资本立刻出现停止 那是每天人家要开工资的 都有人开工资 所以这是在华为境内的 当他的资金出现周转问题的时候 仓库满了的时候 他就要影响到第二条线 他的生产加工线 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富士康停线 停止生产 那富士康停止生产 这第二道了 那他就要 很多工人就要回家了 那他生产线停了嘛 起码说 你们先回家 歇一两礼拜 三礼拜 我们看情况 生产线停了 当生产线停了 将直接影响到 华为的第三条线 就是他的研发 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 推不推出新手机 而他的新手机怎么完成 推不推出新手机 这是一个问题 而新手机怎么完成 美国政府已经把它列入了黑名单 那他的很多新手机已经出现了难产 爷们山寨 债不起来了 没山门了 没地沟了 对不对 压债夫人今天跑了 那他 那那他 他他 他自然就出现了 这种状况 所以你看到的是 一条线一条线 时间拉的越长 他影响深度越高 当影响到深 一定深度的时候 他的研发部门停止的话 那整个工厂就死了 整个手机业务会死掉 那因为现在手机更新太厉害 所以这是我们看 就是就我个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读懂 完全可以看到的 完全可以看到的一个 一个明确的影响度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影响度 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层面 这是一个在商业业务中 在商商业销售中自然的 所以华为能坚持多久 就这 他的循转已经出 他的循环已经出现停止了 那他有一定厚度了 对不对 就像大便干燥一样 他有一定厚度了 你拉球球室 他还能拉出来 如果连球球室都拉不出来 那又给堵上了 他堵上的原因就是不转了 这是他真的 我觉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 当他堵上之后 你想用开赛路让他再转起来 挺费劲的 对吧 挺费劲的 所以会给憋死 有朋友说你定开玩笑 刘少奇是被毛泽东大便憋死 真的 党的主席就被憋死 所以华为是不是会被憋死 咱们不知道 昨天华尔街日报 中国建立叫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反制美国对华为的封杀 不可靠实体清单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中共瞎学 实体清单 这是英文翻译成中文 实际就是川普当时把华为列为黑名单 华为跟68个子公司 我们通常中国人说的叫黑名单 什么叫实体清单 我记得不同的中文媒体是这么翻的 他中共也来这么一份 叫不可靠实体清单 你就叫黑名单不就得了吗 所以你共产党自己都 洋奴就是洋奴 真的洋奴就是 那真是马列子子孙中国一点毛都没有 马恩列斯毛最后是根毛 马恩列斯毛最后是根毛 所以你算什么东西 共产党一直讲说他不是人类 骂他畜生都是对畜生的糟蹋 因为人骂人叫畜生 而畜生是六道轮回中人自然会遇到 而在当时神造人的时候造了畜生 造的禽兽就造的畜生 对不对 那女娲先造的畜生 第七天造的人不是先造的人 一个道理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很长 中国将建立一份有损于中国企业利益的外国实体黑名单 显示意在反制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打击 并本已越演越烈的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我觉得这个就他会不会建立 那你就建立咯 我觉得这个建立很简单 凡是执行美国政府命令的企业 理应都要进入中共政权的黑名单 对不对 那行了 那你就要封杀所有美国企业 所有跟他有关的 欧洲企业乃至于包括日本企业 澳大利亚企业 凡是执行美国政府都应该 那你可以设想一下 西方企业在中国的 他的所占有的额度跟他的生意网络有多大 而同一个企业在美国的他的生产的额度 就是他的他的销售额度 或者说他企业的影响力度 跟美国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度有多深 以及跟美国的市场 欧洲的市场有多大影响力 我觉得这就很容易比较 对吧 你封杀谷歌楼 反正你已经封杀了 对不对 你就再加码 你给他全干死 谁要是安卓系统 谁是王八蛋 共产党的 中国的生意 中国的生意家 对不对 谁要是这个安卓系统 谁是王八蛋 你试试 你就这么登一把 王沪宁肯定会说这话 人之初性本恶吗 其实你说他王八蛋 他还叫 那叫骂人 骂人还叫人类 他不是人 你用什么文化词 叫什么不守信的 人家这么说 不可靠实体清单 你装什么文化词 你装什么有知识 你不就是黑名单吗 你既然说 人家说你是骗子 你是强奸者 当人家指定你的是骗子和强奸者的时候 你立刻说我没骗 我没强奸 我一直闲着呢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都是黑名单 那你就整啊 谁不整谁是王八蛋 谁不整谁是孙子 是不是 就胡来 你就可以看到 当他这么整下之后 那么是完全闭关索火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 我觉得是不用上什么上海了 你真的可以到 这个 东北三城 到新疆 到云南 到贵州 到甘肃 我觉得是可以到那些地方 因为那是完全封闭的 他封闭的概念 作为生 作为这些 凡是进入中共黑名单的国家 文章写的很长 我觉得 我觉得无所谓 我个人觉得只是说 他这种做法 是吓唬人玩呢 还是他这么干 吓唬人也好 这么干也好 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 只要他真列 这些公司都得上去 那这些公司损失的是钱 失去的是中国的所谓的市场 而他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他的做法 就是不让人家分享他的市场 他要让共产 他要让中国人都烂在他们家锅里 不是吗 既然 肥水不留 外人田 拉的屎 拉的把 都要到你家锅里的话 人家强一抢不过来 那你就轰走咯 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人家走咯 那你自己的屎 自己的饭 自己吃咯 都在一个锅里头 所以这是一个闭关锁国的 直接了当做法 看起来是惩罚西方人 那看起来是以牙还牙 我没跟你说吗 连牙床都陪进去了 假牙都没了 没地儿暗 没地儿暗 把金牙 有人说我箱子是金牙 是 金牙能生锈 老在水里 那中国的很多黄金是生锈的 是这么回事 应该说 中共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种精神病的 我以为就是一种精神病的做法 西方社会国家企业赔的是钱 中共完全在完美地赔尽自己的命 把所有能够喘息的地方全都封杀 这是习近平选择的路 很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